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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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分别是香港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杨宇轩先生 领南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梁家荣先生 香港教育学院中文辩论队前队长赵仲盛小姐 多谢三位评判在白亡之中抽空出席今天的比赛评分 接着来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双方队伍 首先是正方中西区盛安多尼学校 他们的主辩是麦子玲 一副张家泰 公辩邓远杨宇 结辩何子锋 接着来是路德会圣马泰学校 秀茂平 主辩是庄明正 一副连佳云 公辩梁俊杰 杰辩 五线程 今天的比赛变题是 在知识随搜寻可得的年代应取消汇众教学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赛规 今天的赛规是先由正方的同学作开变 然后由反方的开变如此类推 结变则由反方先行总结 再由正方作结 公辩的发言时间分为两部分 每位公辩将有两分钟的时间 向对方的主辩和一副作盘问 和两分钟的时间向结变盘问 每次发问和作答为20秒 不可超时 作答一方不可反问 只可以回答 每位辩原的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发言时间完结前三十秒有一丁 发言时终结 会有两下的钟声提示 每位辩原发言时间完结后 会有十五秒的缓冲时间 缓冲时间完结之后 亦有三下的钟声提示 超越十五秒缓冲时间 会即被扣分 不会超过五分 即扣五分 不足五秒 亦度五秒计算 最后提示各位辩原 发言前先须向主席示意 听到钟声一下 之后才可以发言 由于时次的比赛 由idebate进行录影 各位辩原需要 由大会提供的米高峰 去作一个辩词 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比赛即将开始 首先由正方的同学发言 你的发言时间有三分钟 主席 评判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辩题是 在知识随手搜寻学的年代应取消背众教学 我是正方的主辩 不如让我先介定一下今天的辩题先吧 知识是百括一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知识 随手搜寻可得 即是说可以很方便 很容易 很快速 不需要大废周章 就可以找到 背众教学 根据国立台北教育大学 真感达教授的文章 知识揭取 一文中指出 背众教学 即是新知识 由老师直接管输给学生 学生无需做任何的转化和推论 这种教学法 被称为填鸭式的教育 学生并没有经过思考 就将上堂里面教的内容 全部记下来 去应付测考 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受到限制 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方非常赞成 应该全面取消背众教学 首先 这种教学法 弊多于理 背众用上了学生很长的时间 而且背缘只是短暂的时间 一旦在应付完策考或者密书之后 就会慢慢忘记 这种教学法既没有趣味性 而难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 我方一幅将会以不同的研究报告 来详细讲解这种教学法的缺点 另外 我方也明白学习过程必须要记得部分学习内容 续好学习的基础 但我方绝对反对背众的教学方式来进行记忆 因为这种方式并未能全面发挥露记忆能力的功能 根据2008年香港记忆学会做的一份调查显示 香港人的脑袋发展极不协调 长期的背众方法令学生编重使用文字 邻辑和数字的阻脑 而负责艺术创作音乐的阻脑却未被发展 令港生的创意不足 幼脑被香港记忆学会利欲捐指出 人的幼脑是比左脑的记忆力强一百万倍 何况将于愚下时间提出新的学习法 而非使用背众教学 其实记忆是有限 记录是无限 任理机声点好 都不及互联网储藏有那么多知识 而且现在每人一部手机都可以上网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在背众上面呢 所以应该取消背众教学 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的发言时间为2分27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以下来有请反方的主编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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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评判 再来各位 大家好 我是老德会圣卖大学校 秀博平的反方主编 张明正 我方对今天的变题 在知识随手搜可得的 年代应取思背众教学 是绝对反对的 背众的意思 是透过反复读众 凭着记忆 而能念出读过的文章 有一點必須洩明 請有方同學明白 背中教學所背中的 不是單純的知識 背中知識只是背中教學的其中環 背中的重點是透過背中教學的學習過程和成果 豐富個人內涵 提升語文能力 以及訓練師文能力等等 首先我方同意 除了資訊科技的發達 知識無疑是隨手可得 但是要知道 背中一些有用的知識 可以豐富個人的內涵 一個老師可以在課堂上 順手黏來就可以解答學生的問題 學生問中華民國之前有哪些朝代 老師馬上回答是唐、宋、元、明、清 而不是只會講等等 也就是馬上搜尋資料 重視一個IT高手 難緊一個老師 你會覺得他有內涵、有學養嗎 其次我們宣決相信背中教學 可以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 相信大家都可能聽過 背中俗讀唐詩三八首 不會淫屍也會偷 這個話一定有他的道理 古代的人教育小孩讀書的方式 就是從小先給他背中四書五經和詩詞歌父 不要以為古人的方法到現在已經不合時宜 事實上背中教學現在還在社會上 學校上被廣泛使用 可見背中教育仍有很有效的學習方法 背中了不少名家詩文 不論平日言談或寫作 就有可能適時適切地引用幾句 可以使講話或者作文更加精彩而傳實 我想說一個人做了一件事 表面一些目的 但實際上別有居心 這麼累積地說一大堆 但如果我背中過歐陽修的醉翁亭記 就算不是全篇背中 單單一句醉翁之意不在走 不是簡潔明確又有文采 同時背中階篇 加句更加可以讓語法活起來 因為背中文章可以讓學生接觸活生生的語法 而不是死板的語法規則 背中過程相等於大量反覆學習 從而真正地體會到語法 這就是所謂的語感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某一段文字 是不是通順 並不是因為能夠用語法規則去解說 但語感告訴自己 這句通順那句不通 背中文章越多 語感就越強越精 隨手寫出漂亮而精彩的文章 集合以上的論點 我方堅決反對今天幾變態 多謝各位 反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2分鐘37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有請正方的一副 你有3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讓我回應一下反方的兩點 反方說 說到唐師三八手 不會任時也會偷來說明背中的好處 反方說得很好 是熟讀,不是背熟 即是透過恆常溫習 將短期記憶放在長期記憶裏面 再加以運用 而背中是不能夠將短期記憶 轉化和運用的 以整個論點是有科學根據的 所有人能淫並能偷 是不能歸功於背中的 回來我方的論點 我方的確找到不少研究和數據證實 背中教學會降低學生的學習興趣 令他們失去學習動機 學習的表現自然會受到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在2007年做過一個研究 指出學生依賴背中方式 會降低學習表現 相反,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 不斷計劃和不斷評估自己的進度 則有助幫助他們提升他們的數學 閱讀和科學的成績 故此中文大學助理教授 趙之成先生建議 教師不應該強制學生 以背中的方式 應該提供多元化的教學 這個建議正正適合於現在的學生使用 因為資訊科技發達 他們每天都可以隨時隨地接觸大量的資訊 老師應該教導學生分析資訊 而不是由老師選擇教材 再以背中的方式給學生記得 教識一個人捉魚 好過天天捉一條魚給他 另外在高雄師範大學修讀英文的董幸正博士 在博碩士論文指出 背中為愛語學習策略的效果研究一文指出 背中文將在學習效果轉移方面是有限的 這個結果是從學生的後測 寫作表現等分析所得 而且指出學生如果不願意背中 適合試卷題目和表達個人的思考 分析力 反方支持背中是模擬走近回頭路 反方同學背中是死路 回頭是岸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過時無需扣分 一落來有請反方的一副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師妹 師妹 主席 評判 載助各位 大家好 我是老讀會性物學校 秀莫平的反方副面臉佳雲 今天的辯題是 在知識隨手搜尋學得的時代 應該取消背中教學 對於這個辯題 我方是絕對反對的 背中是學習的基礎 背中是第一步 理解是第二步 實踐是第三步 著名的遺忘曲線理論顯示 指出只是學習一次 九小時之後可能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 為了防止遺忘 反覆學習和背中是唯一一個途徑 去使記憶長期處路入面成為潛意識 到了需要運用的時候 就由潛意識再發揮出來 就不會剛剛教完 轉頭就忘記教了等於沒有教過 而學校也有要求學生背中中文的詩詞 古文 英文的文化 詞語 數學的公式 和乘數表 如果我不背我以上所說的話 有方同學是否考試的時候 拿一部手提電腦出來溫習 或者查考你所需要的知識呢 由此可見背中對於學習來說 是有一定的需要的 很多研究指出年齡與記憶力的關係最大 年齡越大記憶力就會越差 兒童的記憶力一般倒比成人好 但令兒童背中優秀的詩詞文章 對於兒童法治力發育是有一定的幫助 在這個著重創新分析和理解的年代 背中反而更加重要 因為沒有豐富的知識基礎 根本談不上創新和理解 一個連詩詞都不懂得背中多少的學生 你就是教他如何顯詞、鋪排 你以為給他一張原稿子 他就可以寫出一首文詞並謀的詩歌 學習語文 背中往往是良方妙約 其實不單止學習中文如此 學習外語亦如是 在廣州地區最受歡迎的英語廣播員 李楊老師擁有萬林翻譯機的稱號 就是因為他大量背中 優美英文篇章的成果 正正就是李楊老師背中文章 而中文根底又好 翻譯的時候才可以精準明確 網上流傳一張相片 在濕滑的地面上面 書立著一張高視牌 中英對照提醒途人要小心 中文寫著小心滑度 有方同學你們猜一下英文寫了些甚麼 居然是這單carefully 這是甚麼出錯 就是依賴電腦翻譯之過 語文是高階思維 尤其是翻譯 要達到信阿達的效果 我們相信多背中好張句 總比迷信電腦來得可靠 況且 資訊科技雖然方便 但是都不可以隨時隨地提供幫助 背中成法表在每個兒童必經的階段 因為日常生活中 我們經常都要用到成法 但交代不會無時無刻都拿一部計算機 出來左計又計是吧 綜合以上一個點 我方是絕對反對今天的辯題的 多謝 反方一副的發言時間為2分46秒 過時無需扣分 一落來進入公辯的環節 首先將麥克風派發給兩方的比賽同學 即使是 师妹… 現在是… 師妹… 正方的公辨時間由反方、主辨和一副暫立 现在开始 反方同学,有听过图像记忆吗 没有 有听过老徒学习 没有 有试过概念图学习 没有 同学,你有试过用视觉、听觉、触觉 多感官力记忆吗 没有 其实有这么多东西不知道 难怪你支持背众教学 如果以上的方法可以提升记忆力 记忆效果更加 你会不会学,如果不会又为什么 因为背众是学习的基础 不背众根本谈不上其他的东西 其实同学,你知不知道 如果运用了视觉、听觉、触觉 多感官的串子方法 能够大大加强同学串英文生字的效果 似 以故事形式去记事记字呢 你有没有试过 例如要记苹果、牙膏和鸡蛋这三种东西 就将它串练成为 早上吃完苹果之后,用牙膏擦牙 然后以鸡蛋做早餐的记词语呢 没有 其实反方同学,世界上是一种学习法 可以将同学的阅读能力 提升至每分钟2000个字以上 并且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记忆能力 不需要背众这么辛苦 并可以提升能力 你赞不赞成应该比学生去学习呢 不赞成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反方同学你这么固执呢 一种学习的方法可以增强记忆力 提升学习的动机 提升这个理解的能力 储存容易更大的理念去学习 你就继续盲目地支持背众 增加记忆力就等于背众 反方同学,其实现在已经有证明 可以说背众只是使用左脑 而右脑的记忆能力是更加强大 可以完全取代左脑的背众能力 为什么我们不取消背众 使用新的学习方法去训练思维提升记忆呢 但是根据著名的维吾曲线理论显示背众 如果有人不背众的话 就不可以以将记忆传承在脑里面成为潜意识 过了一会儿就会忘记的了 那其实… 谢谢各位 正方的公辨时间完结 现在由反方公辨时间 请由正方主辨和一副站立回答 示范… 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用背众教学 可见背众教学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为什么要取消背众教学呢 因为背众教学是用来应付考试的 因为如果你考完试 就会很快就忘记了 有什么实证之事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背众只懂用于短暂记忆的 但根据著名的维吾曲线理论显示 背众是唯一一个可以令人记住 在长久记忆的 现在我们两个有两个专家支持 我又短暂记忆 你又长期记忆 很难回答的 有方同学说 你们刚才背稿也背得很流利 你们背稿背得这么流利 不是靠背众吗 为什么还要取消背众教学 我不是背稿 我是拿着一份稿来看的 我们刚才的主辨已经说过 你这样反复中毒也等于背众 但是你反复中毒不算是背众 你背众我们已经有专家支持 是不断重复地看 重复地看 你就自然会记得 那不算是背众 我再重新一次我们的论点 我们的主辨已经说过 反复中毒就是等于背众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专家支持说 反复中毒不算是背众方法一种 那有方同学我想问你 你在学习比赛的时候 会不会背谱 这个呢 这方面相信不仅是我会背谱 相信现在每个人去比赛都会背谱 现在是因为香港现在的制度出现了问题 填鱼式教育法 对不对 那有方同学这些就是背众 如果你在学习比赛的时候不背谱的话 那你就会被人扣分 那就是说背众的时候 背众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为什么你们还要支持取消背众教育 反方的公辩时间完结 现在由正方总结盘问时间 是请由反方结辩站立回答 反方同学 我们假设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 诸葛亮这位的历史人物 他要求你教他用iPad和iPhone上网用资料 你会不会教他用 不会 那其实反方呢 你欠缺帮迎的美德是不要紧的 那如果现在珠葛亮问你 哇 上网有提千文地理 ebook星上的资料 那我为什么还要死背书呢 那你怎么说服他 背了书房那几百本的古籍 有方同学相信不需要我说服 珠葛亮他都会自己去使用背众 因为以前古人是会教育小孩背众 四书五经 朱葛亮他这么聪明 通常应该都是靠背众 应该都是靠背众的 有方同学 那其实呢 朱葛亮又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上次借东风 帮助孙权赢了赤壁之战的那个战场 他背多少本书才敢猜 如果一上网就签文台的话 不用背书也赢得他 有方同学相信古代是没有电脑的 你可以给一些想像力想想 现在我是我问你的问题 而不是你问我的问题 这些是假设性的问题 我是不会回答的 这个是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究竟你会怎样回答他呢 有方同学请你重新一次你的问题 朱葛亮又说 你知不知道上次借东风 帮助孙权赢了赤壁之战的战场 他要背多少本书才敢猜 如果一上网就有天文台的话 那不用背书也赢得他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背得那么辛苦 那你怎样回答他 我相信他是靠背众 吸收了一些知识 从而去在战场上面 猜到 猜到可以 怎样去战胜对方 那朱葛亮又问 当年的日日背书 没有时间 连识累死的时间都没有 有个叫阿丑的黄月英 他教他古怪发明 振发同仙术 如果他可以上网 就可以在网上学 不用跟他学 背书浪费时间 不我一生 我怎么都不再背书 那你怎样说服他 有方同学 根据维望曲线理论 背书 不是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只要你反复去学习和背中 就可以记得住一个长时间 去发探索的方式 去运用承受表 不一定要背 背已经影响了 我们香港的教育很多年了 但不是你时刻都可以探索的 那你要从小开始探索 你背承受表 你是在死背 硬背 对学生是没有作用的 只是在死背 只要追求快 你应该追求精准 还有要理解 这个承受表 你才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那有方同学 难道你在考试的时候 会拿手提电脑出来查资料吗 背诵只是用来考试 背诵是用来考试 那考试完就会忘记了 所以你都没用了 考试之后 但是如果你可以分析到它 那你不背诵 也可以记得很久 你不用反复背诵也可以 有方同学 你刚才都说过背诵是可以应付考试的 背诵还有利用价值 那你们刚才说 应该要随之背诵教学 那是不是自欺欺人呢 你应该是分析了些题目 然后再好好地去运用些题目 不是应该用背诵方法 那有方同学 你们学校有没有要求 你们背诵股斯文的呢 有 不过因为这个背诵法 已经危害了香港的教育很多年了 别人笑我们的教育 是填鸭式教育 所以我们应该取消背诵法 你有什么权威的研究 可以支持到背诵是填鸭式的教育呢 背诵是填鸭式教育 因为你是需要很多时间 在背诵这件事 寄到短期记忆里面 不能用长期记忆里面 背诵在学习效果转移方面 多谢各位 工辨时间结束 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 让双方结辨整理 时间够 现在请反方结辨作结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是麦是麦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我是老德会食物太后 松磨平的反方结辨五善仪 今天的辩题是 再知识随手搜寻不可得的年代 应随少背诵教学 我重申 俄方是绝对反对这条辩题 现在就让我总结一下俄方的论点 一 背诵可以提高我们的语文能力 在学校 老师会要求我们背诵诗词 甚至是古文 背诵这些诗词和古文 既存在脑里面的词汇 就可以透过学生在作文时 在适当的时候运用出来 甚至有某些的意念 更能够引导出写作的方向 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 在《我的国文老师》里面说到 中华诗词里面极度的正常性 对于文字的节奏 音乐性和灵敏度 都是很好的基础 他认为我们应该鼓励背书 多背古文和诗词 这样对于文字表现 是一种最好的训练 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博士 在谈背诵里面说到 背书就如练字 练拳练舞 熟能生巧 巧必由懒熟而出 好问背诵得多 灵巧的修词 唱达的造句 口重心为 不经不觉 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 由上述两位学者的说话可见 背诵在学习语言文字的好方法 它令到语言文字清通唱达 灵巧哼唱 二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背诵不是要盲目地背诵识 同时也要理解 称每一位国学家 沽雄名正通英 法 德等等的语言 而他就是靠背诵这些语言的 优美文章 去正通多国的语言 回来现代 古德明是香港供应的才子 中英文拒达一流的水准 他在一篇不读古文的损失的文章指出 中学应该多读古文 小学读多几句 南南上口都好 这样其实就是收集过文的要缺 出自古才子之笔 大概都有一些分量 三 背得好文章对个人的咸养也都很有益处 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的陶杰先生 在一篇文章背书里面说到 背书是起码的咸养 福有诗书气自华 人的五官容颜是刺味是目 还是面目可憎 是他由小一课书背下来而得的 书背得多 自然流露着气质 同篇文章又说 一课书是一坛走 趁早摆在心里面 三十年之后有了人生月曆 文章就会是书香走香 原来趁西哥的时候 记忆力强 背中了耳景优美的诗文 一时不能够理解 也都绝对不是问题 反正文章早已落在心上 他日人生月曆丰富的时候 那些篇章就会骤然涌上心头 觉得和古人心灵相通 那些就是感悟人生 又怎会是一味以为不合时 而就否定背中的浅漏之见所能领略 另外有方同学刚刚的公辨环置说过 你们学校会要求同学背中施持 由此可见 你们有方同学 你们学校都会沿用部分的背中教学 可想而知 如果背中应该被取消的话 为何还在社会上和学校上被使用 另外有方同学刚刚也都说过 互联网是可以储蓄 多过人的记忆的知识 但是互联网不可以 无时无刻地帮你提供帮助 主持评判 主持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让我回应一下泛方的论点 泛方说以背乘数表来说明背中是必须的 背中乘数表是不求甚解的方法 外国人一向不用背乘数表 只要求学生能解释当中的数学现象 但香港人就因为要计得快 而走上背中之脑 静静是入魔道 你看看数学教都是外国人多 还是中国人多 就知道背中是好还是坏的了 如果要快 不如不要背一至九那么少 背一至九十九 好 回来我方的论点 我方总共有七点证明 在知识随手搜寻可得的年代 应该取消背中教学 首先 我方支持学习要有良好的记忆能力 知识是建计在知识之上 所以我们要学习更加有效 更加强大的记忆方法 全我学习法 能够提升学生的记忆能力 比起背中学习法 更加能协助学习知识和记忆知识 而且能够提升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 为什么不全面以全老教学法来取代背中呢 第二 背中以左脑为主 佛略使用右脑去记忆的能力 白白浪费右脑 变成左右脑不协调 学习成效受到限制 第三 背中只是使用短期记忆 因此无法胜在大量知识的要求 相反 网上资讯无限大 而且随手可得 我们要放弃背中 学习分析和找尋知识 与时并俊 第四 背中毫无趣味可言 已经危害了香港的学生多年 被人取笑我们的教育系填鸭式教育 是时候认知未来 取笑背中 还香港学生活动学习的权利 第五 现在的学习 讲求明白 应用组织 要能解 能说 能用 背中的黑向死板 死记硬背 只是教学的一条死路 而互联网的发展一日千里 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怎么 没人会知 只有灵活的人 能受压找尋 分析和活用知识的人 才可以生存 背中欠缺分析和思考能力 而且思想 家长和学生三方 都对背中教学产生厌悟 有得选 谁都不会选用背的方法来学习 既然教育改革进行火热 我们很应该取消背中教学 第七 背中增加学习负担 压力 为了应付考试 而背中带来内容 能够抵受压力的 就变成填立式教育的犧牲品 抵受不住的轻者放弃学习 重者自杀逃避 背中教育能够杀人 而互联网却常常令人乐意忘返 还不取消背中教学 患呆何事呀 反方同学与全国学生为敌 为了胜出比赛而盲目支持背中 不求甚解 指鹿为马 可惜可惜 多谢各位 正方结变的发言时间为2分55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比赛完结 有请评判作一个评语 首先有请香港浅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杨宇轩先生 大家好 首先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非常之精彩 幸好大家还是小学生 如果大家多大几年的话 我就可能没办法辩论 由你们做评判的位置 所以今天我都学到很多 这一场大家都表现得非常之好 说回一条辩题 大家其实觉得现在 今天是不是一个知识随手可得的年代 是 你们觉得呢 知识随手可得 我是读中文系的 我有一天就做功课 就想找一些甲骨文的资料 甲骨文的资料 是非常之复杂的 我都有手机 我就用Google、Yahoo 不是Siri Siri Siri即是苹果的一个程式 都是找不到 最后就去图书馆查书 查书都查不到 最后就要查一篇论文 那篇论文再隐隐约说了答案给我知道 那这个是否随手可得呢 你们当然不是 你们某方面 某方面 真的不可能 你不会做这些东西 嗯嗯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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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个 随手可得的年代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譬如就算你说 苹果问Siri Siri都是稍微的 我问他附近有什么餐厅 他都说Sorry 然后什么 我不是在香港 我在香港就做不到事 那些那些 那所以呢 但如果 但如果你们 今天所说的全部都是建基于现时的情况来说 但如果去到某一个年代 真是某一个未来的时候 你对着手机问 譬如我想知道某个甲骨文 为什么 而他真的答到给你 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背种呢 所以如果那个建基点 是建基在 未来的年代的时候呢 那可能呢 对正方的优势呢 就会更加大 譬如如果那个科技越来越先锥的时候呢 你学习 是不是真的需要背种呢 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问题 那次呢 但反方呢 反方呢 都做得很好 因为譬如呢 很简单 我们学英文 学英文的时候呢 那学英文是背英文字母 A至Z 其实我们都很平常背出来的 就是 我是想不到用什么图像的学法 可以背脑英文字母 有26个这么多 但是呢 反方也都可以打 譬如假设 真的去到一个 很美好的年代了 譬如未来 什么都可以介绍到 真的可以随手可得的时候 那如果电话坏了 或者没有电了 那时候 应该怎么算好呢 那时候 譬如我们有 好像他那样 有些很紧急的知识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那其实都是 做不到 所以这个呢 就是交锋点所在 但是关于其他论点的时候呢 那我就可以再去 批評判说 那最后呢 就想说一些 一些小的问题 那我相信呢 台下呢 都有很多人呢 帮你们准备很多稿件 那但是呢 我觉得呢 有些东西呢 可能呢 有时候有些说话呢 就对人呢 就不对事 譬如说 你连嘟嘟嘟嘟嘟 都没有听过 就是他的图像教学法 或者 有方导说 你欠缺帮人的美德 我不跟你算了 又或者 有方导说 今天为求胜出 比赛不求甚解 指鹿为马 那我觉得这些呢 就有少少 对人不对事 就是跟变题没有关系 我觉得呢 就尽量呢 就可以减少这些的语句 那么呢 其实呢 我们看了比赛的评判呢 就是不是你 就是说得不好 就会赢的嘛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未必必要的 但是反方有时候 有些东西呢 我都觉得是不必要的 就是呢 我其实都看了很多场比赛 打了很多场比赛呢 那我发觉呢 反方的主编 一鳳杰很喜欢出来 就说 我是路德会 圣马太学校的某某某同学 那今天的语题是呢 那其实呢 我已经呢 听了很多次这个语题 我由主席已经过一次 然后呢 正方主编又过一次 那我已经听了很多次语题 那所以呢 可能呢 散却了这一部分 其实是无所谓的 那我看了很多比赛呢 很多大学啊 中学很多比赛 都不会 都未必需要这样做 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做呢 可能就会花了一点点时间 那或者有时候不敢做呢 就会花了很多时间 那可能是一个建议 就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杨先生 现在有请 香港教育学院 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赵仲仪小姐 为我们做一个评论 是 各位早晨好 我觉得这场比赛很精彩 我觉得这场比赛很精彩 两边的池峰都很厉害 演说都很咄咄逼人的 其实刚才呢 那位评判已经说了很多了 不过我想说一点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环节呢 公辩的位置都很精彩 因为其实都很难的 你本身每个辩元都会有个反报稿 自己写了些东西 但公辩真的要即时反应 除了勇敢之外 也有一件事令到我的惊喜 就是幽默感 原来我们说话 除了有池峰利害之外 准备充足数据之外 其实幽默感也很重要 一场辩论比赛 吸引到评判观众 去给热烈掌声 除了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 或者实际现实生活的经验 令到别人感动和印象深刻之外 其实幽默感也很重要 刚才正方英的例子 譬如诸葛亮的 我就觉得令到我的印象很深刻 先不论他的例子 是否真的完全是恰当 但我觉得起码我会想到 他会运用到古代和现今的知识 是否随手可得 那样东西有个分别 即是以前是做不到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的分别 当然我们不可以问Siri 立即给到答案 但起码比起以前的年代 我现在的知识 我的资讯爆炸的年代 我的知识是可以多过以前 反方也很厉害 他也会想到一些事情 你不背不行 其实成组表真的要背 你自己的技术都知道 一定是快很多 不过正方可以捉到脱一脱角 其实我们计算 最快不是要成为数 而是有些题目要你解难 可能在生活上 你买了一些东西 分给其他人 有些正比例 或者反比例 这些东西才是我们 读书要去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而不是你成为数 我有手提电话 我科技先讯 或者是一些知识很高的时候 其实那个数字一按就知道 反而是我要想 如何计算那条算式 才是最重要 抓到要脱角 即是要告诉你 我们要解决生活的需要 而背到成数表 未必解决到我生活的思维 因为已经有计算机了 我们这个年代 反而你要乘完数 加完减完 运算才是最重要 如果你可以立即回答 你就可以运用了你的时间 是的 谢谢 多谢赵小姐 现在有请 嶺南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梁家荣先生 为我们做一个评论 好高兴 不好意思 有点大声 好高兴今天赛会邀请我做今天的评判 其实双方的同学都很精彩的了 我说一下自己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才参加辩论的 就算不要说大学的时候 我对中学的时间 在公开演讲的方面来说 可能甚至乎被台上那八位辩元 其实是信息的 以演讲来说 我相信其实是一个好的尝试 一个小学的辩论比赛 即是无论胜负是怎样都好 那你们尝试一下想一下 究竟今天你们双方自己有些什么做得好 或者有些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那会比这个比赛的实际结果 会更加有意义的 那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其实双方的表达技巧 都做得不错的 那我特别觉得几位同学 几位同学特别好的 包括双方的一副 我和另外一位就是反方的公面同学 我也觉得挺好 他问譬如反方公面同学的问题 问得挺生动的 譬如我想 我逛街的时候 譬如你有没有逛街 可以拿个电脑出来 去按一下 找回你的资料 当然未必一定会有 有些情况 你可能会想清楚 有没有什么 会令到你的表达技巧 会更加吸引 例如好像 譬如可能 正方堂都有的 譬如可能有些古代的典故 譬如可能讲主角量 反方就用一些 反方就用一些 比较吸引的 第一身的人物的说法 去想清楚 去令到评判更加吸引 这些是会值得 双方去吸收 更加明白的 第二 就是说 刚才的评判也说过 譬如你不需要 反方同学要注意 不需要 在一开始 再说你的名字 题目 因为其实你都浪费了十几二十秒 如果在这些时间来说 我想可能你可以尝试 譬如将你的论点再次延伸一下 那就会比较好些 至于题目来说 我会有一点点 题目想补充一些 正方有某些情况 就在说背诵教学 我会觉得题目是说背诵教学的问题 你不需要去到说 讲到要取消背诵 今天你讲背诵教学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可能年纪比较大 可能跟你相差二十几年 可能我那时候的 所谓的小学教育 可能是不断背书的 可能有九成时间在背诵 中文、英文、数学、社会、科学建教 全部都背诵 我会觉得很闷 我会没有人 但是是否等于背诵教学 就等于背诵 要想一点这个道理 譬如你可以说 究竟我们不需要完全否定背诵 也不需要令你这么大压力 你只是说 我们今天背诵教学 不应该存在 我们要用新的教学方法 例如背诵 只是其中一个参考途径 不像以前 我的年代 可能有八九成时间在背书 可能你一两成时间 或一两三成时间背书 背完之后 你就用一些很吸引的方法 例如活动教学 小组讨论 或者可能辩论 也有一个教学模式 你会令到你的 不需要被人不断问 你需不需要背诵 譬如你 简单一点 乘数表你需要背诵 我要背诵 不过我要更加 令到我的学习更有趣 这些就令到你 不需要被人问这个问题 问得这么辛苦 这么吃力 在这个题目上 至于另一个 就 看看 至于在公辩环置 我会觉得 同学要一点点注意 一些yes low的问题 避免不要问太多 要问少一点 我觉得 你可以是一个技巧 不如你问yes low 觉得 令到对方可能答不到的 但是不需要连续几条 这样问 可能要小心注意一些 那 其实双方都做得不错 那我想 或者大家可能在 结束了比赛之后 再想一下 你这场里面有什么做得好 或者什么做得不好 那我所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 谢谢 多谢三位评判的评语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 不断进步 现在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题是 在知识随手搜寻可得的年代 应取消背诵教学 由正方的中西区 圣安多尼学校 对反方的 路德会圣茂泰学校 受谋评 首先 宣布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最佳辩论员为反方的结辩 五线乙同学 所有的最佳辩论员的奖项 将于决赛颁法 接着来宣布赛果 比赛的赛果为 0比3 反方性 恭喜得胜的同学 请双方的同学和评判 来一张大合照